哈囉大家好 再過幾天就要過年囉 那在華人的這個過年的習俗裡面是 年前我們都要做一個大掃除 那意思就是說要把家裡所有 舊的啊髒的啊不好的東西 通通藉由大掃除這樣子的一個習俗呢 把它丟掉 對我來講大掃除呢就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要丟掉一些 一整年家裡沒有整理的很完善的東西 比如說就是有一些 還是會有一些東西就是可能一整年當中買的 但是可能還沒有好好的整理過的一些東西 這樣大家能夠理解我想講的話嗎 反正就是大掃除是一個我很好丟東西的一個機會就對了 因為垃圾真的都會有這個心理準備說 可能家家戶戶都會丟一些大型的家具或是垃圾出來 所以大掃除對我來講其實我還蠻興奮的 因為大家知道我其實真的很喜歡整理 就是家裡的東西 我喜歡家裡這樣乾乾淨淨 但是我不是每天都那麼有活力 就是那麼有行動力去把家裡整理得很乾淨 但是一旦我要整理家的時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興奮 因為我就會想要趕快把它整理好 我很想要睡在一個很舒服的家裡面 就是很乾淨很舒服什麼東西都很整齊 那今天呢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不要讓衣櫃爆炸呢 那通常我有大概四個步驟 第一個呢就是先 規劃我們的抽屜 譬如說我們有幾個衣� 幾個 幾個 每一個人就是分配到的衣�跟抽屜有幾個 我會先把它數量大概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呢 你要 我會再把每一個抽屜做不一樣的規劃 譬如說一個抽屜放冬天夏天 毛衣 睡衣 內搭褲背心 內衣褲 運動衣服 外出衣服 冬天的外套等等 就是會有不一樣的規劃 那第二步呢 就是要開始 丟衣服 因為有 小孩子長大 或者是我們 每一年每一年的變化也會很多 所以會把一些 不合時宜 或是不合穿的衣服 丟掉或者是賣掉 但是你千萬不要捨不得丟衣服喔 如果說呢 有一些衣服 你真的是覺得說 哇這個當初買很貴 或者是這個質料很好 你可能真的是捨不得丟 可是又很少穿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先去 就是有一個 規劃一個籃子 或者是一個位置 放這些衣服 然後呢 每一年都把它拿出來檢視 看說這些衣服 可能去年有沒有穿得到 或者是之後會不會再穿得到 就是你每一年都拿出來檢視 那你每年都看到這件衣服 然後你每年都沒有穿到的話 就是把它丟掉吧 因為你可能未來也不會穿 再來第三步呢 就是要開始整理你的衣服 那我的習慣都是一個抽屜 一個抽屜拿出來 一個抽屜疊完之後 把衣服整理回去之後 再拿另外一個抽屜的衣服出來疊 然後 如果說另外一個抽屜的衣服 有第一個抽屜的衣服的東西 就是再把它疊好之後分類進去這樣子 第四步呢 當然就是要買新衣服啦 經過這麼長的努力跟整理 你當然就是要好好犒賞一下自己啊 就是再買個一件啊 兩件新衣服啊 過年的時候可以穿 我覺得這樣是 這樣子 一整個衣櫥的大少數 就是一個最圓滿的 你知道 結尾 好 波紐跟安芝有一些比較好 材質比較好 然後我覺得很實穿的衣服 我都會把它留在一個籃子裡面 那那個籃子很大 所以可以放很多衣服 那 那個籃子放滿之後呢 我會把那整個籃子再拿出來看 譬如說我留了十件包屁衣 那這十件包屁衣 我會在精挑戲選出幾件留起來 剩下的可能就是送人或者是賣掉 因為我覺得留一整籃的衣服已經夠了 因為他們小孩子生出來 他們一定還會有朋友送 或者他們也會再買 所以其實真的不需要留太多 如果說留到一個足夠的數量 我覺得那一個籃子就是我的一個極限 我留到那個數量呢 超過了太多了 我就把那個籃子拿出來檢視 同類型同質性的衣服 就會把它淘汰一點 然後留下比較好的 我覺得比較好的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我 整個大掃除期間呢 幫我們家裡面的人 整理這個衣櫃的方式 那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我已經整理好的衣櫃喔 我們 我跟我老公的衣櫃就是這個 這個衣櫃 這個衣櫃 這個不算是可以放衣服的衣櫃 但是就是放一些外出後 穿過 已經穿過衣服 但是還沒有很髒 不用洗的 然後還有這下面四個 我整理完我的衣櫃之後 我竟然多出一個空的空的抽屜 所以其實你要知道 整理衣櫃真的是非常 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整理完你會發現 哇原來我還有一個抽屜可以再放新的衣服 然後你整理完你會覺得非常的輕鬆喔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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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理完之後你會發現你的衣服 你把這些不要的衣服 或者是該丟的衣服 你把它都丟掉清走以後 你會覺得整個人清爽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感覺 但是我個人是這樣子 每次整理完家裡我就覺得 心情很愉悅 好 首先呢 這第一個抽屜 這是我所有的夏天的T-Shirt啊衣服 這邊是 這是背心型的 然後這邊是T-Shirt這樣子 然後再來這邊是我所有冬天的衣服 這是所有冬天衣服 然後這個是那個 外罩衫 好 這邊是所有毛衣 比較不能夠掛起來的 只能夠這樣子平放的毛衣 背心啊 那這是我老公的 我昨天有幫他整理好了 就是他一樣 是所有的T-Shirt 然後這是長袖T-Shirt 這是短袖T-Shirt 因為他衣服很少 所以 很好整理 再來就是這個是他所有那個運動啊 還有那個內褲之類的 那這邊也是他比較不能夠摺 不能夠掛起來的 掛起來會有那個肩膀 肩膀會有那個不好看的那個痕跡的 所有的衣服都在這裡 比較重的 好 這就是我們衣櫃所有的規劃 其實 你仔細看他的 他是有很同質性 是夏天的嘛 然後這個是我們做其他利用的 我們自己的衣櫃 我們自己都很清楚 那這個第一個抽屜是我放了一點 他們可能會穿到的尿布 因為我 我不喜歡東西就是 搭在 搭在台子上這樣子 就是放在這個台上 我覺得那樣子變得 整個房間看起來會很混亂 這是我的睡衣 好就是TOP上面下面睡衣這樣子 要穿的時候都很方便 那這一半是我的衣櫃 那我的衣櫃非常的簡單 就是 長裙 或者是說one piece的衣服啊 或比較長的衣服我都放在這裡 那這一個是我的內衣褲啊 還有一些小可愛 那這個也是放內衣褲的格子 那這個是放一些就是 可能比較長版的衣服 就是 因為長版衣服有時候摺起來是很大一件的 所以我都把它摺好之後放在這個地方 好 然後這個是內搭褲 這個是背心 這邊是我經常在穿著家居的褲子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喔 然後這邊是我的 牛仔褲 牛仔褲們 這樣就很一目了然的 知道說 嗯 你的衣服 你那天當天穿搭應該要穿什麼顏色的牛仔褲 穿哪一件牛仔褲 而且 而且 你的衣服比較少 你的搭配反而會變得比較 比較多元耶 不知道為什麼 你衣服多 其實你能 你會穿的衣服大概就那幾件 可是你衣服少之後 你會穿的衣服 你就會把它 就是做很多不一樣的變化 因為你的 你知道衣服量少 所以你就一定要做不一樣的變化去做搭配 所以其實我覺得衣服真的不需要太多 就是 嗯 基本款或者是幾個比較實搭的 實搭的款式啊 褲子衣服 這些有就可以了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太多 真的相信我 那這邊呢 就是我 這邊就是我講的 我們 已經外出過穿過髒的衣服 那這下面也是 已經外出過穿過髒的 我的衣服 好 那這下面是所有圍巾類 那這是我所有的 短的 短的那個 褲子 短的褲子 都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裡面其實沒有什麼東西 就是一些 你知道 簡單的 那 在衣櫃裡面呢 我很建議放像這種 抽屜 像這種抽屜啊 這種抽屜 這種 這種整理 整理櫃 你會發現我通通都是放在衣櫃裡面 我很少 就是我 我整理到現在 就是說 綜合我的經驗啊 我覺得不需要 那種整理盒 整理櫃 那種塑膠的東西 不要把它放在 家 家裡面 就是你一走進來 就看得到的地方 因為呢 會 因為那個材質 嗯 怎麼講 因為我覺得那個材質 就是塑膠的 看起來就是那種 會讓你的家裡 看起來很雜亂 電視上啊 他們不是都有 那些就是在 在做什麼 就他們在賣這些整理盒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整理前 整理後嘛 整理前就是一堆衣服 整理後就是 幾個格子疊在一起 我覺得那樣子 你乍看 你乍看起來 你會覺得 哇整理盒很方便 很很 就是可以 隨便家裡都可以放啊 放了之後就整理起來 就很乾淨 但是其實我發現 你整理盒放在外面的話 你反而會讓家好 覺得很雜亂 然後沒有那個 沒有收納的那種美感啊 應該是這樣子講 所以呢 我會放在外面的整理盒 就是像這種 這種竹子的 跟我的家具是很match 是很搭配的 你要知道你家裡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風格格調 所以像這種 這種竹子的 竹子的這種籃子啊 或者是盒子啊 這些我覺得可以放在 放在外面 讓大家看到 因為那是一種 就是讓人家覺得 那是一種風格 那是你們家裡的一種風格 那你如果放在外面的話 我覺得OK 但是如果是整理盒那種 我建議 最好大家通通都是把它收到衣櫃啊 或者是櫃子裡面去做擺放 那這就是我們房間 我所有的整理的方式 那因為大家應該很好奇說 我們冬天的外套那些放在哪裡 因為我們有一個書房 那書房呢 裡面有一個衣櫃 那我想說 這個衣櫃呢 就這個 喔書房很亂不好意思 這個書房的衣櫃裡面呢 就是放所有 所有那個 後 冬天的外套啊 還有這個 我們這個床單啊 床單還有那個枕頭套等等 都是放 放在這個地方 OK 枕頭 OK 然後這邊也是放整 放這個 冬天的外套 然後放 你看我整理盒通通都是放在裡面 我很少把整理盒放在外面 朋友的衣櫃 小朋友的衣櫃我是還沒有開始整理 我是已經先把我們房間整理好 可是 也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家平常小朋友衣櫃就是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 很一目了然的 知道說 他的東西放在哪裡 衣櫃放在哪裡 然後褲子啊 好 大概就這樣 我的整理盒通通都在裡面 有一些整理盒會放在外面 就像這種 就是 你門打開 就是你不會一進門 就看到 你的整理盒 不會這樣子 我喜歡把這盒子收起來 因為你衣櫃關起來 你就看不到他了 這是弟弟的 好 這就是以上跟大家分享的囉 希望 希望對大家就是 這一次過年大草除的時候 整理家有幫助 要一起把衣服丟掉喔 好 謝謝你們 拜拜